这是2024年漫改最成功的纯爱日剧 明明是一些普通不过的校园日常 却能让无数猛男心头小路乱撞 西片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的问题学生 因为时常被女童桌捉弄当众出丑 他下定决心要好好反击一下 只需要将带了弹簧的纸片人放进文具盒 再想办法让高木同学帮忙打开 就能让他在课堂上惊叫出声 想到这里西片赶紧收起笑容 就在他准备把文具盒递过去之时 却看到高木同学的眉头紧皱 原来是手上铅笔盒好像变形了 高木同学问西片能不能帮忙打开 西片没有多想接了过去 打开的瞬间几张纸片弹出 而西片也再次成功被捉弄 这时高木同学又再次开口 想要借用西片的橡皮擦 西片没有多疑 总不能借块橡皮又被捉弄吧 可下一秒高木同学就讲起了一个故事 只要把喜欢的人名字写在橡皮擦上 等用完的时候 那个人也会喜欢上女 西片刚想说这样很幼稚 没想到高木同学却拉开了橡皮的外包装 脸上还露出了奇怪的表情 而西片也从一开始的绝对没血 慢慢变成了就算有血 也可能是班上同学的恶作剧 他心虚地从高木同学那里把橡皮擦药回来 迫不及待地抽开外包装 露出了洁白无暇的橡皮 西片不死心又翻到另一面 还是没有 直到这一刻 他才发现自己又被诡计多端的高木同学捉弄了 本来这件事情到这里就结束 可在看到高木同学又掏出一块橡皮擦时 西片的眼睛瞬间瞪大 这时高木同学举手要去厕所 西片盯着女孩桌子上的橡皮擦 脸上露出了笑容 只要在高木同学的橡皮上写下名字 等他从厕所回来的时候就可以捉弄他了 于是西片趁老师讲课伸手拿过橡皮 可拉开外壳后却发现上面好像有字 是高木同学提前写好的看走 西片下意识扭头 发现高木同学正在门口笑意盈盈盯盯着自己 很显然这次对决他又被玩弄了 高木同学捂着肚子来到座位 伸手要回了自己那块橡皮擦 他发现西片真的太好玩了 而此时的西片只想着如何反击 却不知道自己已经错过了一个机会 橡皮擦这种东西 可是两面都能写字的呀 放学后俩人结伴回家 在那条不知道走了多少遍的小路上 高木同学突然问西片回家后要做什么 西片说应该去跑步吧 自己某天一口气跑到了多天海岸呢 聊起擅长事情的时候 西片眼睛里开始出现自信的光芒 可高木同学却不怎么相信 俩人道别后西片越想越生气 于是便做了一个决定 他要独自一人跑到海边 然后拍下照片向高木同学证明 少年想到什么就会马上行动 回家换了件衣服后便疯疯活活出发 一想到高木同学看到照片后的反应 西片便不觉得累了 等他气喘吁吁感到海边时已经是黄昏时了 夕阳在山头跃跃欲坠 青色的光辉洒在海面上 仿佛给海浪套上了一件波光灵灵的神奇盔甲 西片都看呆了 刚躺下想休息一会 马上又想起还没给高木同学传照片 于是赶紧掏出手机对着大海连续按下快门键 然后挑了一张最满意的照片发送过去 刚发送没多久就收到了回复 高木同学只是淡淡地说了句很美的夕阳 两人并肩坐在沙滩上 高木同学还给西片带了一瓶水 西片拧开喝了一口 冰凉的触感让心头燥热得到缓解 高木同学说自己很开心 有人为了给他传一张照片居然跑了这么远 西片被揭穿了小心思 可还是嘴硬不肯承认 只能说是来拍夕阳的 找到借口后西片终于淡定了下来 没想到高木同学接下来的一句话 西片心里偷偷窃醒 而高木同学则是若无其事地拿起那瓶水 只见他拧开盖子喝了一口 喝完后还把水还给西片 然后调皮地问身边男生不喝一点吗 西片有些害羞 不知为何就口干舌燥 可还是嘴硬地说现在不口渴 回去的时候高木同学邀请西片一起骑车 西片下意识开口拒绝 没想到高木同学却一脸笑意 还说不愿意就算了 上次在他的那个男生可是又高又帅气呢 他说完就骑上自行车准备回家 心里面默数了三秒后 西片果然追了上来 说什么也要在高木同学回去 俩人沿着海边公路缓缓骑行 影子被西洋拉得好长 最后竟然重叠交汇在了一起 听到这个答案后 西片觉得心里突然变得无比轻松愉快 明明身后是一直捉弄自己的高木同学 可此刻的晚风却无比香甜 到底是为什么呢 西片也不知道 这是一部让猛男心头颤动的纯爱番 也是2024年还原度最高的慢改乐剧 从跟高木同学成为同桌的那一刻开始 西片就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精神 因为这个长相普通的女生特别喜欢捉弄她 这天高木同学罕见地选择了不行 西片只是多嘴问了一句为啥不骑车 高木同学就说想跟他手牵手去上学 简单的一句话 直接把西片逗成了傻子 慌乱中他还向高木同学提出了挑战 如果自己能猜对原因 那高木同学就得承认这一次输了 西片说得信心满满 因为他清楚地记得 昨天放学回家的时候 高木同学提过一次刹车好像坏掉了 就在这时高木同学点头答应 但是却加了一条规则 如果西片猜错就算输了 听到这句话后西片马上把话咽了回去 这就意味着他只有一次回答的机会 果然是轨迹多端的高木同学啊 走到分岔路口的时候 高木同学提议走楼梯 西片愣了一下 马上想到如果今天骑自行车 那就不能走这条楼梯了 等一下 这要是高木同学的圈套怎么办 看着女孩蹦蹦跳跳的背影 西片按道一声好险 等他沿着楼梯走上来的时候 发现高木同学正蹲下撸猫 或许这才是他不骑车的原因吧 想到这里西片一咬牙 决定说出心里面的答案 听到这个答案后 西片一脸不相信 这不意味着自己提议比赛的时候就输了吗 偏偏这个时候高木同学还补了一刀 说自己有两个答案 但是西片一个也没有猜中 西片疑惑地问第二个原因是什么 可高木同学却已经起身走远 为了能够扳回一局 西片趁着课间来到厕所苦练鬼脸 准备在上课的时候偷袭高木同学 在经过了两分半的练习后 西片信心满满来到座位假装听课 终于等到了一个高木同学主动搭话的机会 他马上扭头挤出鬼脸 没想到高木同学却一脸平静地拿出一个镜子 这下子轮到西片自讨苦事 赤扁成功的西片闷闷不乐 可高木同学却来了兴致 开始向身边这个木的男孩传授技巧 如果想要做好一个鬼脸 那就必须运用你的眉毛 说到感兴趣的事情 西片立马来了精神 开始专心致志跟高木同学认真学习 高木同学说想从侧面看西片的鬼脸 于是西片便毫不犹豫把头扭了回去 连老师都被这个鬼脸逗笑 西片心想笑了可不能骂我 结果下一秒就迎来了老师一阵怒吼 他赶紧站起来道歉 然后像一只斗败的攻击淹了下去 偏偏这个时候高木同学还在跟他说话 西片扭头刚想拒绝 可在看到高木同学的笑脸后 他失落的心情突然明亮了起来 没等西片窃喜结束 高木同学就朝他做了一个鬼脸 可怜的西片就这样被玩弄于鼓掌之中 为了平复被高木同学捉弄的心情 下课后他开始找男生掰手腕 结果连续几人都将他轻松打败 在后面看到这一幕的高木同学眼睛里面全是笑脸 甚至还站了起来说想跟西片一起玩 西片当然没有拒绝 他就算再弱 也不可能在掰手腕上面输给女生吧 直到高木同学坐在自己对面后 西片才发现有点不对劲 他根本就不敢跟这个同桌女生对视 甚至连手也是扭捏了好一会才放过去的 很快挑战开始 西片瞬间发力 随着手腕倾斜角度增加 少年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大 看来高木同学也不是不可战胜的吗 就在这时一个旁观的男生突然多子 问高木同学刚才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说 因为在课堂上经常捣乱 放学后西片被老师喊去打扫实验室 他嘴里嘟闹着为啥受罚的只有自己一人 可跑去拿工具的脚步却没有停下 只是刚打开柜子西片就被吓了一大跳 高木同学居然从里面蹦了出来 难道他也被罚了吗 西片的疑问没有被解答 因为高木同学已经将扫板递了过来 笑着说赶快打扫完一起回家 打扫结束关门的时候 西片故作深沉地问高木同学认识到错误没有 可不能再捉弄同学了 不然以后还会被老师惩罚的 没想到高木同学却说根本没人喊他来打扫 西片愣了一下 那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难道就是为了躲在柜子里面捉弄自己 一定是这样的 真是诡计多端的高木同学啊 刚分班完的西片现在每天都提心吊板 因为同桌的高木同学无时无刻都想要捉弄他 周四午休的时候 俩人被老师安排到图书馆值班 因为有些无聊高木同学便提议玩一个小游戏 互相为对方挑选一本书 结果交换的时候西片却很吃惊 因为高木同学拿了他最喜欢的恐龙百科 西片想起刚才高木同学躲在书架后面打招呼 肯定是那回发现自己喜好的 他接过恐龙百科 把手上那本言情小说递了过去 这是他在书架上随便选的 看书的时候图书馆陡然安静了下来 西片悄悄打量着身边女孩 他发现不捉弄自己的高木同学也挺好看的 下一秒女孩突然扭头 视线触碰瞬间西片吓了一跳 高木同学眼里全是笑语 开口第一句话就问西片是不是在偷看 西片当然不能承认 只能说趁现在没人 在思考要怎么反击高木同学的捉弄 他说完这句话就低头翻书 可下一秒耳边就传来了让西片心神颤动的话 好 我好 我好 那种真正的瞳 好像少年一样的心 操作乙女孩说 从明天开始打起精神时刻提防 当然这句话他每天都会说一次 隔天周六不用去学校 西片一大早就来到了书店 他左顾右盼 发现没人后才拿起一本少女漫画 然后飞快跑去柜台结账 买到喜欢的漫画书后 西片心情激动 连高木同学悄悄来到身边也没察觉 被女孩打招呼后 西片下意识将漫画书藏到身后 要是被发现自己在追少女漫画 那不是很丢脸吗 可高木同学却说已经看到了 还要西片把赠送的卡片拿出来看看 西片只能乖乖照做 卡片上是男女主人公的手绘插画 高木同学很喜欢 于是便问西片能不能把卡片送给他 西片嘟囔了一句步行便溜了 这时高木同学说 昨晚电视上的动漫片头曲也换了 俩人开始讨论这首新歌曲 没想到却因为一句歌词意见不同意 高木同学笑意盈盈看着西片 提要不找个地方一起听听 夏天的海滩浪花阵阵 海风中夹杂着阳光的气味让人沉醉 看完海后俩人来到小码头的台阶处并肩而坐 高木同学掏出耳机递了过去 西片有些害羞 询问为什么不打开扩音播放 高木同学笑着说耳机听得比较清楚 而且现在海浪声那么大 难不成西片你害羞了 西片找不到反驳借口 只能呆呆地接过女孩手上的耳机 很快音乐开始播放 西片想要认真听歌 可因为和高木同学靠得太近 他的心跳扑通直跳停不下来 于是只能把双眼紧紧闭上 这下节奏彻底被高木同学打弯了 偏偏这时候歌曲又回到了开头 于是俩人只能耐着性子再次寻找那句歌词 西片觉得一定是因为自己正确 所以高木同学才不停打岔 这次他一定要好好听 绝对不能被干扰了 西片怎么都没想到 搞错的人原来是自己 这下真的是丢脸丢大 高木同学却依旧笑盈盈 还邀请西片再听一遍这首歌曲 西片赶紧把耳机放回耳朵 随着高木同学按下播放键 轻快的旋律在周围响起 不对等一等 西片把耳机摘了下来 发现还是能听到音乐 看来他又被高木同学给捉弄了 しかして また二人で一つのイヤホンで聴きたかった いや 没错 そうならそうと言ってくれればいいのに そっかそっか 西片は 私と二人で一つのイヤホンを分けっこして 聴きたかったのか 違うよ ほらあの ほら 嘘 波の音で聴こえにくいって言ってた それは これはリズムをちゃんと確かめたかったからね そうだけどさ なんか違うじゃん 看到西片开始害羞 高木同学也不再打拒 让他赶紧把耳机戴好 见西片不停躲闪 高木同学直接亲自动手 他躲他追 俩人开始在盛夏的海盘上嬉戏打闹 西片搞不懂啊 明明她是那个被追的人 可为什么心里面却甜滋滋的呢 就好像在天气最热的时候 喝下一瓶当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橘子汽水一样 酸酸甜甜回味无穷 飘雪的深夜里 一只身材恶魔的母圣 但老人翻窗而入 只为给熟睡的男生送上礼物 可就在这时 男生突然睁眼狂笑 即便眼前这个母性生物乔装打扮 他还是一眼就认出是经常捉弄自己的高木同学 女孩一脸平静地将脸上的假胡子摘下 不理会还在喋喋不休的西片 转身把礼物递了过去 西片还想问高木同学书给自己什么感觉 可下一秒盒子里就蹦出了一只恐龙 而美梦也在此刻变成了噩梦 被吓醒的西片松了口气 但是马上又非常生气 怎么连做个梦都要被高木同学欺负呢 来到学校后西片被喊去图书馆值班 而搭档的人正是高木同学 从坐下开始 高木同学就一直在知东西 西片只是多嘴问了一句 就被高木同学安排了一次体验机会 少年仔细盯着身边女孩的动作 然后笨拙地动手编织 只不过天赋这种东西很重要的 西片怎么学都学不会 看不下去的高木同学主动靠了过来 手把手给这个笨蛋男生掩饰 西片的心头小路乱撞 这也靠得太近了吧 没一会他就推开高木同学 表示这么难不学了 可看着高木同学之东西的乖巧模样 他又忍不住开口 没想到却听到了不得了的话 西片瞬间猝一大发 为什么高木同学要制围巾送给别人呢 看到西片别嘴的模样 高木同学暗暗偷笑 等了有一会才拿来手机 指着里面的狗狗说 这就是那个15岁的男生 西片听完解释后 嘴角出现了一抹难以掩盖的笑容 原来是这样子呀 因为今天是学期的最后一天 回家路上西片突然有点依依不舍 可为什么会有这个念头呢 明明上学的时候 一直被高木同学捉弄啊 直到高木同学的背影越来越远 西片才忍不住开口挽留 他提议要不来一次 今年最后的比赛 高木同学毫不犹豫答应 说只要谁让对方开心就算赢 西片脑子飞快转动 只要自己一直假装不开心 那到最后肯定能获胜 看来高木同学 今年最后一场较量要输得很惨了 俩人约定30分后 在山顶神社碰面 分开后西片马上去捡了两颗松果 本来想着直接拿给高木同学就好 可总觉得有点过意不去 到时候高木同学不开心怎么办 那要怎么做才能让他开心呢 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西片脑海里出现了 自己被高木同学捉弄的瞬间 当时女孩的笑容让他如沐春风 不如就给高木同学 准备一张一日捉弄券好了 可刚把这张券写好 西片就摇头揉掉 好像没有这张券自己也会被捉弄呀 于是他背上书包来到糖果店 想要用为数不多的钱 帮高木同学挑一份礼物 没想到却在店里面遇到了惊喜 这一刻西片瞬间淹了下去 平时被高木同学捉弄就算 怎么连心思也被这个女孩吃透 俩人选完东西后来到神社台阶处 高木同学拿出一份用红色袜子包装的零食 轻声对西片说了句圣诞快乐 西片接过后脸上的笑容根本藏不住 下一秒他的表情就有些坦克了 他将一份用塑料袋装着的零食 给高木同学 没想到高木同学却很喜欢 还夸西片记住了他最爱喝的果汁 西片松了口气 提要不今天的比赛算平手怎么样 收到高木同学的圣诞礼物后 他突然变得无比开心 时间很快到了新年 平时很少人来的神社变得人生顶分 西片一大早就来祈求祝福 希望在新的一年内高木同学不会捉弄他 可下一秒身边就出现了一抹亮色 被问到许了什么愿望时 西片闭口不说 这可是秘密啊 可高木同学只是猜了一次 就猜中了西片刚才的愿望 这让西片很受伤 他发现高木同学就是自己的克星 这时俩人来到一处摊位前面 不服气的西片提一球签 然后比一比抽签的运气 可以比之下更气人 高木同学连运气都比自己好上一大截 看淡输赢的西片只能请他喝了一杯甜酒 直到坐在凳子上休息的时候 他还是忍不住去猜高木同学的愿望是啥 高木同学在一旁摇头憋笑 打趣的说今天这里好像都是家人和情侣一起来的 听到这句话的西片当场愣住 就在这时女孩的电话响起打破了尴尬 原来是妈妈打来说要回家了 高木同学起身准备离开 可西片却跟着站起来喊住了他 他只是觉得要和女孩分开有点不舍 西片支支吾吾的说明年一定要比赢高木同学 于是俩人约定好了明年再见 离开前高木同学脸上挂着满意笑容 因为他刚才许下的愿望 悄然间已经实现了 原来笑颜时光才是青春里的白月光 自从和高木同学成为同桌后 西片就迎来了人生里最高光的时刻 不仅在教室的时候会被捉弄 连平时没课的时候 高木同学也会来找他一起玩 西片只能通过跟班上男生搬手腕排解压力 而这一幕全被身后的高木同学看在眼里 放学回家的时候 高木同学主动聊起这件事情 没想到西片今天的万力这么强 明明之前可是连他都掰不过 西片一脸得意 解释自己每天晚上都有健身的好吗 可下一秒高木同学的一句话就让他破功 西片愣了好一会 没等他想明白高木同学为啥知道 一个喷嚏就打了出来 高木同学倒是很关心这个捉弄对象 还跟他说了班上的女生以为咱俩在交往 西片心里先是窃喜 然后才板着脸露出苦恼神色 可当高木问他不喜欢别人说我们在交往吗 西片马上着急的说不是的 只不过咱俩实际上并没有在一起 他说完心虚的看了一眼高木同学 没想到高木同学接下来的话 却让西片瞬间心乱 西片只能通过打喷嚏来缓解肝大 不曾想高木同学直接把手伸到他的额头 关心的说西片额头好烫 而且脸也很红 西片无所谓的说了句可能感冒 他话音刚落 旁边的高木同学也打了个喷嚏 西片刚想关心回去 高木同学就拉着他的手放到自己额头上面 西片哪遇到过这种情况 小声的说了句也挺烫的便把手缩了回去 看来今天晚上的俯卧称得加多一组 时间很快来到毕业典礼当天 西片在洗手间遇到了班上的同学 没想到却意外听到了一件事情 高木同学三月底就要搬家了 到时候应该会转学 西片愣了好一会 第一个念头就是为什么自己不知道 没给他思考的机会 毕业演唱很快开始 在礼堂唱歌的时候 西片根本没心思表演 唱着唱着就偷偷朝高木同学的方向望去 好不容易熬到了演出结束 老师让他俩把凳子搬回教室 趁着独处的机会 西片鼓起勇气 询问高木同学是不是要离开了 这一次高木同学大放成愿 他其实心里也很舍不得 所以才不敢告诉西片这件事情 因为爸爸工作变动 他们一家要搬去巴黎那边 听到法国巴黎 西片第一个反应就是高木同学又捉弄自己 可高木同学却说要真的是玩笑就好了 很快老师就在课堂上说了这件事情 直到这一刻 西片才不得不相信 高木同学很快就要离开这座小海岛了 他有些心不在焉 讲台上的老师讲了好一会 西片才着急忙慌地从书桌里面拿课本 他找到后想拿出来时却开始犹豫 西片默默地把课本塞了回去 和高木同学一起翻看同一本书 成为了这个少年最后的倔强 放学的时候吓起了大雨 高木同学站在檐下看着雨幕 直到西片拿着雨伞走了过来 他才苦恼地说今天忘记带伞了 不知道能不能跟西片一起回家 西片当然愿意了 于是俩人同称一把伞走入雨中 少年一直把伞朝女孩那边倾斜 连肩膀处被淋湿也没注意到 高木同学说这样不行 要是感冒了很麻烦了 他说完这句话后就朝西片那边靠近了一点 実はね 知ってたんだ 何を 今日雨が降るとか そうなの じゃあなんで傘持ってこなかったの 西片の傘がちょっと大きめってことも知ってたからね え 由于了片刻后 西片主动喊了句高木同学 他想问为什么班家这件事情没有第一个和他说 可话到了嘴边却说不出口 俩人只是同学关系 要求高木同学先告诉自己好像也不对 于是话到了嘴边变成了没事 高木同学说很喜欢雨天 喜欢雨落在伞上的声音 喜欢泥土被打湿的气味 他说完便闭上眼睛站在原地感受 西片看着女孩漂亮的侧脸 也跟着闭上了眼睛 他心里默默做了一个决定 一定不能在高木同学离开前表现出伤心的样子 说什么他也要赢一次吧 只是不知道多年以后 再次回想起和身边女孩相处的时光 这些独属于青春的记忆是否会泛黄模糊呢 君と出会った幸福を 噛みしめながら歩いて行こう 一年先も十年先も 変わらない思い これからもずっと 直到朝夕相处的女童桌要转学 男生心里才感到了害怕 要是以后没人捉弄自己可怎么办 一大早来到教室的西片心里空荡荡的 也许这就是以后高木同学不在的样子吧 就在他愣神的时候 一个女生笑意盈盈地出现在座位上 宛如黄铃鸟般清脆的声音对他说了句早安 西片呆呆地回了一句后 才反应过来这可能是幻觉 可座位上高木同学却笑出了声 原来西片记错了日子 今天才是女孩在学校的最后一天 他当想过去搭话 几名女同学就推门而入 没办法西片只能把挂念的话吞了回去 随着上课时间临近 越来越多的同学过来跟高木同学打招呼 西片趴在桌子上 痴痴地望着女孩的侧脸 在这个世界上 如果只有他和高木同学俩人会怎么样吗 课间的时候西片去了趟办公室交资料 离开前老师突然喊住了他 询问西片为什么一早上都苦着脸 是不是因为高木同学要转学的事情 西片若无其事地说没事 可老师毕竟是过来人 他把西片喊到跟前 打句地问他有没有喜欢上一个人 西片迷茫地说不知道 老师想了一会 告诉西片如果很想见到某个人 想要听见他的声音 跟他在一起会很开心 这样的感觉就是喜欢 西片听完后脑海里 马上出现了高木同学的声音 他有些害羞地说可能有吧 老师敏锐地察觉到了什么 笑着说年轻时候的恋爱真好啊 放学前老师喊班上的同学一起拍照 算是纪念高木同学在这个班级的最后一天 结果西片这小子偏偏躲到了角落 老师喊他靠近脸 他还有些不好意思 要说感情路上还得有聊机 看到西片的扭面模样 热心助人的老师直接把他拧到了前排 而位置恰巧就是高木同学旁边 随着相机的定时声音滴滴作响 西片和高木同学的第一张合照终于出现 放学前俩人一起回去 高木同学把西片带到了山顶 在这里有一间小神社 站在神社边上还能跳往大海 高木同学说离开之前想和西片在这看风景 因为如果和喜欢的人来这里 最后就会在一起 就像从山脚到这里有415个阶梯 谐音念起来就是好练琴 不给西片思考的时间 高木同学又问了一个问题 西片是比较希望他自己搬走 然后再也不会捉弄他 还是希望自己留在这里 但是这样的话 西片你一辈子都要被我一直捉弄了 女孩问完问题后声音有些颤抖 少年毫不犹豫地选择第二种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高木同学最后还是离开了 新学期的第一天 西片早早起床准备上学 没想到手机却想了起来 接听后里面传来了高木同学的早安 西片笑着回应了一句 随之而来的是俩人默契沉默 高木同学说要给西片一个惊喜 就挂断电话 西片有些摸不着头脑 眼看上学马上要迟到 只能先收拾书包去学校 新的学期他被分到了三班 就在西片确认完班级的时候 身边一个清脆的女生说 他也在三班 咱俩这次又同班了 西片下意识扭头 眼前的女孩笑叶如花 不是高木同学还能是谁 可高木同学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他不是转学去巴黎了吗 高木同学乐呵呵地说了句 请多指教 原来他爸爸的公司延后搬迁了 所以这个学期高木同学 会继续来学校上课 课间的时候 他来到教室阳台找到了西片 问他这算不算惊喜 西片确实很开心 可以想到又要被高木同学捉弄 他的脸马上皱成苦蛙 谢谢 什么 我没有电话 我没有电话 西片是我的声音 我没有听到这些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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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课的时候 高木同学的橡皮擦不小心掉在地上 西片看到后便帮他捡了起来 只不过再还回去时 高木同学突然说起了上次那个故事 如果把喜欢的人名字写在橡皮擦后面 然后用完 那个人也会喜欢上你 西片愣了一下 马上把那块橡皮擦的外壳抽掉 上面写着看走廊三个字 应该是之前高木同学捉弄自己留下的 高木同学说有些事情说不定已经成真了嘛 毕竟橡皮擦可是两面都能写字的 听到这句话的西片小心脏扑通直跳 难道高木同学在另一面写了自己的名字 他深吸了一口气 猛然把那块橡皮擦翻转过来 却发现背面空空如也 时间很快来到了三个月后的暑假 与高木同学的离别日子还是到了 所有同学自发来到码头 与杜轮上的高木同学挥手道别 西片心中虽万般不舍 可他知道 俩人只是暂时的分别 将来如果再次相见 一定要让高木同学知道 他可不是什么人都能捉弄的